美国作为全球科技实力最强的国家 为了提升本国在国际社会的影响力 同时也为军队配备了超豪华装备 比如说F35、F22、尼米兹级和福特级航母等等 其中美制五代机所使用的发动机整体性能可谓是领先全球 至于核动力航母方言全球同样处于一流序列 然而除了上述装备之外 美国军队还拥有全球唯一的一款隐身轰炸机B-2 而且该轰炸机拥有一万两千公里左右的航程 在空中完成加油之后航程有望达到一万八千公里 最重要的是该轰炸机搭载了四台F118发动机 每台发动机的推力大约在七吨左右 即便如此依旧能让B-2拥有强大的隐身能力 而且B-2还能搭载16枚AGM-129型巡航导弹 80枚MK-82CBU-87型极数炸弹等 可以说对美国军方而言B-2已经足够本国空军使用 而且自身实力也确实不足 对中国而言通过数十年的努力和发展 拥有了五代隐身战机J-20 并且还搭载涡扇系列发动机最高飞行速度能达到2.5马赫左右 此外除了拥有J-20之外 我国的轰6家族同样也不容小觑 并且我国还顺利研发出了C919和CR929客机 可是多年来飞机的核心部件发动机却成为困扰我国多年的难题 毕竟中国航发的现状使动力勉强可以 但是使用寿命却并不长 为此我国也研发出了涡扇15、涡扇18、涡扇20、CJ-1000 还有正在研发中的CJ-2000 其中涡扇15属于我国J-20和歼10的御用发动机 最大推力大约在191至200千牛 然而使用寿命同样是一个缺陷 至于涡扇20作为我国大寒道比发动机 未来将是大型客机、中型运输机、巡逻机的心脏 目前还处于研发测试阶段 那么作为重点项目之一的涡扇18却取得了重大突破 尤其是在使用寿命方面更为突出 要知道涡扇18作为我国从俄制D30仿制而来 此前安装至轰6和运20之上 最大推力大约在12吨左右 但是使用寿命仅有3000小时 因此也成为一大缺点 为此我国专家对其进行升级改造 最大航程相比此前提升了200公里左右 并且改装了丹晶叶片 制造工业也有所提升 因此不仅油耗有所降低 同时使用寿命或许能达到1.5万小时 可以说单从这数据上来看 涡扇18未来或许能机身一流序列 届时即便是美国都无法保证 本国的航空发动机依旧能处于不败之地 也可以说此次中国再度传来好消息 而且新升级的涡扇18 未来或许是运20和轰6家族等大型飞机的最佳选择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